大家早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针研第十四章 几节的经文 这几节都不是一些 很直接可以理解到的经文 给我们有很多思想的空间 比如给我们可以细味去品尝 醒悟一下 我们在这个快餐的年代 各样东西都可以讲求 这个效率快捷 但是我们反而缺少了很多 去世未人生的机会 去反思 去醒悟人生当中 每一个奇妙 微细的情节 今天我们不是想跟大家 去分享一些答案 提供一些答案 而是去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好像你去走出街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路牌 有个箭嘴指着那个方向就是了 你见不到究竟你的目的地在哪里 但是跟着这个方向去 目的地你就会到达了 第一样我们去探讨的是 付出和收获 第四节那里说家里没有牛的 做头干净 土产家都加多 奶瓶牛力 假如你家里做农夫的没有一只牛的 你就不需要附上拥有一只牛的成本和代价 你和我可能有种宠物 你知道拥有一个宠物 你需要给它一个成物 需要清洁 需要它有居住的地方 需要照顾它 花很多精神在里面 但是当你拥有一只牛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助自己农牧的生产了 你没有一只牛的话 你用自己人的力量去狠地去翻土 你做得多少 你做得很小的地方 用很多的时间 才可以做完一点点的事情 但是当你有一只牛的时候 那只牛就可以帮你去生产 你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 增加你自己的生产能力 中国人有句话说 当然圣经教导我们不是怎样去坚田 而是教导我们做人一个很独特的真理道理 老身常谈 成功虽苦干 你有付出 你才有收获 当我们有些家庭 子女还小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母亲 特别是母亲 他们很愿意去放下自己的工作 专心去照料自己的家人 他们的付出 以至他们知道有一定的收获 但这些子女进了大学了 他们再出来找一份工作 但是当我们再看第一句的时候 家里没有牛 做头干净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些提醒 当你拥有一只牛的时候 我否认你的生产力增加了 但是你要付出某程度的付出 付上这个代价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收获 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幼稚 只是想要收获 但是没有计算过这些成本 这些付出的代价 你拥有越多 成本越高 你和我要仔细地去想清楚 究竟这个付出是不是值得的 我记得当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要想得很清楚 其实有时跟人聊天的时候 我鼓励弟姐妹去读神学 但是我更加鼓励她 你要想得很清楚 我记得读的时候 开始读的时候 就差不多六百元七百元一课 读到差不多几年的时候 一千元一课 你要付出时间 你要付出钱 每一课大概需要 你需要一千元 每一课大概你要读的时候 每一个礼拜大概十个小时 究竟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甚至乎我记得 我读神学的时候 夸张一点 我每一晚都在这里说谎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太太进来书房找我 然后我就很快地回答她 你快进去访访吧 我很快进来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是真事 当你要去踏上一条路 进行一个工作工程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你衡量过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成熟有智慧的人 很诚实对自己的人 他会很认真的思考 究竟我是不是适合 我是不是应该要付出这种代价 以至我完成这个工作 这个世界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以做需要做 你和我只得很少的时间 资源 可以做到某一些事情 而且将这些事情做得好 当我们选定合适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揭尽所能 这样就去做了 我们知道 应该继续这样去做 会有相当的收获 我们不计价 我们是付出的 我们也衡量过 我们要付出什么 我们三思而后行 我认识一些人当中 他们很特别 他们有能力选择一些很高回报的工作 人工、假期、福利的工作 但是他们反而选择一些工资较低的工作 以至他们有空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他们觉得更加适合做的事情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参加主要学 我读学生 我一个主要学老师 他是医生 他有一次和我们分享 他说医院邀请他做副院长 他想了很久 很吸引很吸引 到最后他决定推辞了 他不做了 原因就是说 当我做了这份工作的时候 会减少了我很多侍奉神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很认真 很对自己很诚实的决定 你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 然后才可以拿到那样的收获 但是他决定了不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人生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事情 他觉得更加重要的事情 他需要去做 他不愿意花这些精神时间 以至夺去了他去侍奉神的机会 我们需要去选定自己要去做的事情 知道明白 当中付出的资源、时间、金钱是如何 很诚实、很认真地问自己这些问题 当决定了我们延后揭尽所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第二个话题在第十四章是第八节 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几度 愚媚人的愚妄乃是鬼诈 智者智醒愚者智欺 愚媚人因为他自己的愚蠢 智欺欺人最后智食其果 有时我们做人 我们面对自己的失败 不需要经常埋怨环境 埋怨其他人 当我们自己去留意一下自己的思考过程 去如何做决定 我们不难去发现原来的问题是自己 有一个年轻人 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埋怨父母 为什么父母经常管我 我去哪里也要问 我跟哪些人出街也要问 什么时候回来也要问 他觉得很讨厌 他觉得很没有自由 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他希望做人可以无拘无束一些 但是当父母越去问的时候 他就越不愿意去回答他们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差 后来这个年轻人去了外国读书 他有一次回香港过暑假的时候 他出街 然后他很快就主动地跟父母说 我现在跟哪个朋友出去 我会去哪里 我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甚至乎当越搞越晚的时候 过了原本的时间的时候 他再打电话回家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迟些我就会回来 大概几点我就会回来 很奇怪的 他觉得很奇怪 他父母从来都不再问他 究竟你去哪里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觉得 为什么我去完读书之后 回来的暑假 为什么父母变了 可能真的父母变了 但是其实变的是 这个学生 这个年轻人的态度 原来后来慢慢明白 要父母不要烦着他 不是要埋怨 不是要对抗 原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他改变了父母身边人那种行为 原来放下自己的执着偏见 自由释放 就随手可得了 正面来说 智者智醒 知名的人的智慧 在乎他自己明白自己的道路 他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认识真我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个个都很喜欢去评论人 喜欢分析人 研究人 这个是普通人 惯常的活动动作 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不是懂得去分析其他人 他懂得去分析自己 研究自己 检讨自己 而且在当中去醒悟 去分析自己做得对的地方 也同时分析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 究竟有多对 有多错之后去作出更正自省 有一个很出名的投资专家 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每年为自己的投资者 写一份报告 他去检讨自己过去一年 所投资的项目 有什么是做得对的 有什么是做得错的 做得对的 做得对的 为何要 为何自己会做得对呢 当中有什么秘诀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做得错了 他知道 他明白自己错 他提醒自己 在哪方面要小心 不要再重返同一个问题 智者智省 另外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当中 有一个比喻 讲到一个财主 圣经说 圣经形容这个财主是田产丰盛 这个财主自己想 我太多出产了 地里面的出产的东西 我根本没有地方去收藏 我现在要去把我旧的仓房拆掉 然后建造一个更大的仓房 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 你有许多财物储存 可以多年享用 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 但是神对这个财主说 无知的人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这个财主十分关心 他自己的灵魂 但是 他有三个很错的地方 他根本又不认识自己的灵魂 不知道他的状况 也不知道他的需要 他的灵魂需要的 不是他储蓄回来的财物 这个人是过分的主观 他决定所有的事情 都按照自己的想法 当中这段经文 你留意去读下的时候 有六个的我 有五个的我的 就是他用自己的主观的观点 去衡量了 计划了所有的一切 他不是去用一个客观的想法 怎样才可以令我灵魂 是有最好的安排呢 第三样东西 他计划中 完全没有神的存在 完全没有这个创造主 接收灵魂的主的存在 你和我 会不会和这个财主相似 到最后 你和我的灵魂 可能好像这个财主的灵魂的结局一样 我们为我们的人生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做了的事情 对我们的灵魂没有好处 另外马可福音第一章 讲到耶稣的表现很不同 当耶稣刚刚出来侍奉 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 他的明星开始越来越多人知道了 排长廊 每一天都有很多人等着见耶稣 要求耶稣完成他们自己的愿望 一章三十五节那里说 天美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 去再那里祷告 之后西门和他的同伴来找耶稣 告诉他 你还祷告些什么 现在排长龙 早上早上已经有很多人等着你 去接受你的医治 你听你的说话了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们要去其他地方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就是当你再不需要为自己去筹划些什么的时候 事情求你的人排着队等你来 等他去见你的时候 你再不需要想 那些客户怎么来 那些工作怎么来 那些时间怎么安排 那一刻就是你最需要去到旷野的时候 你最需要去问自己 我今天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 智者自醒 愚者自弃 第三个大题目 我很喜欢这个大题目 很值得我们自己去细心去想 细心去嘴咀回味 懒恋自知苦乐在心 第十节那里说 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外人无缸 心头的仇苦 有哪一个人能够明白呢 心中那种喜乐 又有哪一个人能够真真正正跟你一起分享呢 人生之中 就是根本充满着喜怒哀乐 幻变得失的生命 有时因为我们经历很多的苦楚 我们更加懂得去感恩 我们不需要为很大件事 就开心去感恩 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喜乐的环节处境 人越大越明白 所以我们说 简单的平凡就是快乐 我们不需要一些很大型的活动 很开心的情节 可能我们盼望的一家人 齐齐齐整整 吃一餐饭 这个就是一个快乐 又有时候 我们自己喜乐满足的时候 又勾起自己很多的遗憾 很多的感慨 因为喜極而一 有哪一个能够体会到我们自己的喜悦 有哪一个能够体会到我们内心的感慨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帮助其他人 去了解自己去明白自己 没有一个人是你肚里面那条虫 知道你自己想些什么 你不说其他人 没有可能会明白得清楚 是不是 你不说的时候 别人不理你 你又说别人当你没道 别人猜错了 你又说别人不关心你 所以我们要尽量帮助人 去明白自己 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但在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需要强求 也不需要计较 其他人必须要完全明白自己 因为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他没有经历过我人生所经历的 他没有明白每一个生活的环节 对我有什么影响 有多重要 其他人没有办法完全的 体会到自己的心灵世界 我们接受 有苦自己知 有乐自己想 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其他人明白自己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接受一个情况 这个世界的人 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明白自己 除了接受人生的喜悦乐 哀与悲的时候 另一种面对人生的方法 就是扩阔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要把这个焦点 整天集中在自己身上 要人明白我 或者别人不会明白我 整天都周旋在这两种的张力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焦点 在自己身上 带到其他人的身上 我们与悲哭的人同哭 与喜乐的人同乐 我们去聆听其他人的说话 去留心其他人的感受 当你和我只是习惯性地 向下望 望着自己的脚 为什么我对鞋 这么不够漂亮 我怎么才可以有一双更漂亮的鞋 不如我们望着外面向外望 望着这个世界的人 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人 连鞋都没得穿 连衣服都没得穿 或者只有一件两件衣服 就过去人生的一世了 人生最可怜的 不是看见自己的可怜和不幸 如果人生 你看不见自己有多可怜和不幸 其实也挺开心的 有很多失智症的人 他生活得不会太悲观的 但反而要照顾他的家人 会生活得辛苦 他自己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人生最可怜的 不是看见自己的可怜和不幸 人生最可怜的 只是看见自己的可怜和不幸 看不见其他东西 我们看不见生命的全谋和真相 我们看不见神的点点滴滴的恩典 我们看不见其他人 仍然生活在苦难困难之中 比我们困难十倍 我们要学会 扩阔阔我们的思想 扩阔我们的生命 与人分享的快乐 是加倍的快乐 与人分担的重担 是格外的轻散 冷暖自知苦乐在心 第四样的事情 可以去想的 需要去想的是 我们要接受人生的悲伤 爱童 第十三节 说 人在喜笑中 也有忧愁 快乐至极 就身仇苦 欢乐过后 憂伤有在 我觉得人生的记忆系统很特别的 他储存哀伤的位置的方式 和储存喜乐开心的位置和方式很不同 储存哀伤的位置 比储存喜乐的位置更加深更加大 但是 快乐好像藏在海岸那里 那些浪来到 很快就走了 不断地来 不断地消失 哀伤是藏在海底里面 心不可察 快乐好像一个收机那样 一个盛气有很多洞在里面 你永远都栽不住 栽不满的 而大哀疼就是 收藏在一个最安全最保拔的格门里面 你偷也偷不走 如果我问你 你人生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有时可能会很难去想 那一件都OK的 那一件都不差 可能说到最后都会说 不碍如是 但是如果我问你 人生最悲痛的一件事是什么 可能你会回答我 一件而已 我不知道说哪件好 因为实在 在人生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可怜悲哀的事情 曾经在我生命当中出现过 人生不如意事 十数八九 中国人也有一句话 人无远累 必有更优 就是因为哀疼的事 比快乐的事 存留得更深更长 我们在记忆当中 在心灵里面的那种感受 我们整天都知道 整天都提醒我们 人生是苦的 所以我们更加懂得 更加需要去提醒自己 人生是有喜乐 有感恩的时刻 保罗提醒我们 帖前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凡事借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女 向你们所定的指言 不开心的事 痛苦的事 感染力是特别强的 不开心的人 很想其他人知道自己很不开心 也很不喜欢其他人 在他这个时候是开心 忧伤那种感染力是很强的 所以你和我更加要积极地去抗疫 不要将这个忧伤的心情笼罩 在我们生命的所有的生活的环节里面 我们要肯定要接受 是人生有很多哀伤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同时不要否定 我们同时也要把握去欢乐的时刻 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喜乐 我们留意我们值得喜乐的事情 我们不要将不开心的事情 无限地扩大 以至喜乐的事情 没有蜡烛之地 我们要用祷告来交托神 去处理我们生命的难处 忧伤不可以帮我们 减轻困难的压力 为什么我们不去学 将我们的忧伤 我们的顾虑 交给一个更加适合的耶稣 更加适合的生命的主 去承担我们这些担忧的事情 我们学去用祷告交托 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 我们也要愿意 去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 多些去感恩 你和我愿意留意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困难 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在你和我生活当中 你可以在这个疫情当中 多了自己在家里的时间 坐在家里 坐在自己的梳化当中 回望 回顾你整家家里所有的物品 所有的事情 得来不易 每一样东西 可能都有 当中有一个故事 神通过些什么 然后 这件物品 带到你的生命里面 很多值得你和我感恩的事情 可能 这张桌子是你最没钱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不算多少钱 就送给你了 你现在不再需要 用几十元的麻将桌子 但是在那一刻 那小小的恩典 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 我们不要忘记去感恩 感恩的人 就会有一种 产生了一种 对忧愁 对压力的抗体 我们要积极面对 金虎并存的人生 困难是存在 但是我们也不要否定 恩典 喜乐的存在 第五样事情 我们懂得去看待尊荣 第28节那里说 帝王荣耀在乎民多 君王衰败在乎民少 一个君王领袖 他的尊荣 是取决于他们的子民 对他的家许和外带 不是在乎 这个君王的身份和地位 皇帝的荣耀 在乎是否得到民心 得到他们的支持 西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 叫董仲书 他曾经经引用孔子儒家的思想 去教导皇帝如何治理国家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水能灾州 亦能复州 水就是人民州 那条船就是国家 人民能够拥护一个国家 亦都能够傾复一个国家 做领袖的 不需要注视自己有没有得到荣耀 如何才得到荣耀 得到尊荣 而是要注重 要给自己受托的人 最大的益存 他们 你的人民自然会欣赏你 自然会把这个荣耀归给你 责任是自己需要承担的 但是荣耀是其他人加给你的 第六样事情 心灵要和平清静 第三十节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窄道是骨中的扭难 一个人心平气静 能够滋润自己的生命 道火中烧 连骨头都会腐蚀烂 真言第四章二十三节 也说 要保守你的心 正在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 我们要留意一下 自己心灵的状态 我们的心灵状态 决定我们的新心灵的健康 当你荣耀 质道真恨 每一日留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 每一日你的脑袋都环绕着 真恨猜度 之后 你会用口说出来 你会用行动表达出来 到有一日 越来越深的时候 你睡不到觉 你心跳加速 你血压高 你每一个环节 人生的环节 都是在重播那种被人 被人伤害 那种苦劫 那种情景 对你的新心灵 是一种病 加重你的新心灵那种病 但是一个心灵平静和平的人 他不计较人的恶 他不跟人争一口气 争一句说话 凡是包容 凡是忍耐 心灵和平 病痛是少很多的 我们心灵得到自在 自由释放 我们再不是在监牢里面 有一个年轻的女学生 放暑假 找了一份暑期工 去到一间餐厅去做 第一个月去到中餐部去做 那个厨师很出名的 很有经验 厨艺很好 但是脾气很坏很差 那些说话很难听 动作很粗鲁 很夜晚 甚至将一些餐具 将厨房的用品 拋散到地上 他煮的菜很好吃 员工吃得很滋味 但是很不开心 之后第二个月 他去了西餐部 这是一个年轻的厨师 厨艺普普通通 但是很多的笑容 而且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他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但是他愿意去研究新的菜式 当那些员工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味道就普通了 但是那种关系就很浓厚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你会选择在哪一个工作环境做事 你会选择一个物质生活好 但是心灵质素差的环境做事 或者物质生活普通 但是心灵质素良好的环境做事 究竟是环境无造一个人 还是人无造自己的生活环境 我们城市人的生活越来越忙 我们每天的早上有几十个WhatsApp 几十个WeChat 等着我们去读 我们夜睡之前已经读了 看了回了 但是一个早上又有几十个资讯 等着我们去读 我们打开一部电脑 有几百个电邮 有很多隐线 有很多隐线 但是有很多 我们是需要读 需要回复 需要做决定的 每一天都在等着我们 回到公司 大大小小的事情 不同的人等着我们去回应 回到家 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处理 我们越来越少的精神时间 去照顾自己 去给自己 我们越来越需要 去习惯性地 给自己的精神精力时间 给其他身边的人 尤其是去到疫情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 要是我们可能没有工作 或者做事的时候 有很多的限制制肘 有很多人在家里做事的时候 已经消失了那种的休息时间 做事在那张桌子 吃饭在那张桌子 已经不再需要开车上班 开车回家了 连那小小的私人时间 我们都没有了 有时候我们需要 找回自己寧静的时间 给自己心灵一份的寧静的机会 可能在你还没上班之前 给自己三十分钟 自己的时间 或者在你下班之后 在你还没踏入家之前 停车在驾驶那里 给自己十五二十分钟 又或者安排自己 每隔两三个月 拨出两个钟 三个钟的时间 给自己有静修的机会 问一问自己 How am I doing? 我们一上班 我们就要问 对不同的人问 How are you doing?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How am I doing? 我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生活成怎么样? 又问一问神 你认为我的生活怎么样? 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 抢走我们自己的私人空间 抢走我们心灵那份的宁静 我们争取回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份宁静 那份和平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日滋润 今天我们提及六件事 说到付出和收获 那份是智者自醒 愚者自欺 第三样 冷暖自知苦乐在心 第四样 接受生命中的忧伤 但是不要忘记 看见生命当中的喜乐 我们懂得感恩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尊荣 第六样 心灵和平清静 我相信六样东西 每一样都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想 人生应该如何过呢? 每一个情节应该如何经历 如何品尝呢? 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 就感谢主你自己 你给我们有一个生命 生命是跟你有联系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我们只是惯了去生活 我们没有去经历生命 我们将生活代替了生命 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藉着 几节的经文 对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环节 有很多的提醒 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 更加懂得如何 有一个宁静的机会 对自己 心灵里面有一种和谐 对身边的人有一种和谐 我们都懂得如何去体会 明白人的荣耀 人生的得与失起与落 就是让这些事情继续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心灵更加贴近做我们的神 以至我们能够借住我们的生活 更加贴近神你自己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祈祷得圣明自祈求 阿们